猫鼠新出之卡效果如何呢 哈喽大家好我是王哥 今天猫鼠更新居然出了新的之地卡了 哇要知道将近起码两年没出了 那这次分别出了鼠方的S卡有难同胆 A卡偏弱金猴 猫方的S卡千贵之 以及A卡穷追猛打 我们的28万之地终于有用武之地了 但是我们还是有很多自选S卡的 直接选就玩手了嘛对吧 我的天这里面不能选新卡 哇不能不说这个策划确实厉害 这都想到了嘛 哎呀行嘛那我们就直接抽嘛 那这边教大家快速抽到新卡的方法 一定要去新手卡池抽啊 因为这个卡池你用的S卡是不会抽到的 然后抽卡的时候如果没有天使节日出现 抽一张就好了 直到天使节日出现那就可以全部开了 尴尬了没抽到S那咱们就继续抽吧 抽到S卡后就可以去定向碎片卡池专门抽了 然后猫放也是一样的操作啊 直到在那个新手卡池抽那个潜空硬质为止啊 才可以解锁那个碎片卡池 那接下来如果你想把那个新出之卡抽到满级的话 就是这个定向碎片卡池专门的抽啊 宝哥大概花了八万之点啊 全部抽到三级了 宝哥为了测试这么大粗血 你们这不点个赞 哎那让我们去测试一下吧 哎首先是鼠方A卡偏入金黄 那效果是鼠方经过冰面会有一段时间的加速效果 实测的话效果不是很明显啊 但是持续时间还是挺长的 加速后的话和猫跑的样快啊 但是一般对局中冰块是拿来舍火箭或者砸猫的啊 猫用冰块扔你的话也可以利用一下啊 但是还是比较鸡肋啊 用的比较少 哎然后是鼠方的S卡有难同当 效果是可以替那个队友打伤害 自己的话承受大量的伤害 哎就像这样子啊 有减伤技能老鼠可以开技能啊 减少那个扣血 如果自己是空血状的话 也是可以触发那个支卡效果的 还不会倒地 但是要注意两种情况 第一如果队友本身是没血的话 是触发不了的 就是直接被打死了 不行的 哎那第二种就遇到特技啊 像蓄力重击 或者暴露中秒杀的啊 也是没用的啊 技能生效范围的话 大概是bug反击啊 就老鼠可以看见的范围内 在实战中的话 如果上下层像基点之间挨得比较近 也是可以触发到的 啊对了 和队友在一起被打的话 那就变成有难理想了啊 这要注意一下啊 嗯大家觉得张卡怎么样呢 宝哥觉得真的中规中矩啊 四个人都带的话 可能效果会好一点啊 一个人当牌的话就算了啊 哎那接下来就是猫犯的新卡 哇宝哥测完就有一个问题啊 测化也是认真的嘛 首先是猫犯A卡 穷追魔打 效果是奶酪七提供攻击力 和加速的加成效果 有多猛 就奶酪七身上直接升上红光 全程一刀上普通老鼠 粒粒两刀 还有这疯狗一刷 视频里是没带吸星的 那效果是直到绑上老鼠才结束 哇真的是离谱啊 蓄势直接下岗了 不过又缺点就是一次性的啊 绑上老鼠就没了 哇还有猫犯的A卡 钱困一致 那效果是血量70%以上 增加这个投掷的伤害 只要血量不在70%以上啊 那效果是一直在的 配合穷追魔打的话 一个绑子能秒满血力力啊 兄弟们 这玩个啥呀 就就怎么出贵服呢 就宝哥有点疑问 想问这个策划你知道吗 哎那么问题来了 大家觉得这波新出之卡 强度如何呢 可以在评论区留下点想法啊 那咱们就下去